第361章 剑开云海 徐凤年陈天元那一桌之外 心情最为复杂的人物 肯定是蛤蟆脸宝纯女子 这些心高气傲的年轻人 他们若是在黎阳一周之内 无庸置疑 巨市头等风流 可这人就怕祸比祸 就像那名背负琵琶的冷艳美人 不管他在淮南到江湖 有多少群下之臣跟风之徒 真正走入更大的江湖 有幸接触到一品四镜的顶尖武夫 这些天上风光都会心绪 对于太白剑宗的年轻哲仙人 远在天边之时 作为年龄大致相当的江湖子弟 既有经验又有质疑 更多是艳羡 当下冷不丁换成了近在眼前 就更是百感交集 觉得对方高不可攀 难免自残行贿 又奢望能够言语攀谈一二 他们心知肚明 自己更多是靠宗门靠师父 才得以风风光光走江湖 但是陈天元截然不同 据说北蒙有人曾艺人集宗门 那么在短短一年内连破二品 金刚和纸玄三境的陈天元 也逊色不多了 这位在同龄人中 一骑绝尘的年轻剑客 是有资格与他们的靠山平起平坐的 至于前程更是不可估量 黎阳江湖公认四小宗师之中 无疑以陈天元未来成就最高 到底有多高 可能是剑甲李纯刚和梁王徐凤年有多高 陈天元就有多高 蛤蟆脸像那位绰号响当当的冯宗席 小声问道 师父 这位太白剑宗的年轻人 如今武道修为真的进入纸玄境了 身材矮小 却独具气势的拳法宗师点头道 应该不假 薄纯女子眼神异矣 秋波流转 她怎么想不到 那个貌不惊人的青山男子 一眼斜斜撇过 就不愿再看第二眼的家伙 正是心目中的 未来天下剑道领袖人物 落差很大 但惊喜也很大 虽说陈天元不是传闻中的李纯刚第二 最不计看上去就并非风流倜傥之人 但只要他的剑道天赋没有太大水分 就足以让他心甘情愿地竭力依附 冯宗席小声笑道 长风 借此机会 跟你说一桩密室 你可知 为何天下剑道登顶之人 往往能够成为那一代江湖的天下第一人 窦长风黑黑笑道 师父请说 徒儿洗耳恭听着呢 冯宗席缓缓道 习武之人万万千 抛开三角众人不言 就是世间见识最重气数 此消彼掌都在争得一枝独秀 说到底 卧榻之侧 岂容他人酣睡 窦长风似懂非懂 坐在飘渺风陆结军身侧的宝纯女子 柔声问道 是不是就像陆地神仙的人数都有定数 身负只玄秘术的陆结军微笑点头 窦长风哦了一声 那跟官场差不多嘛 六步上书 六把交椅 一个萝卜一个坑 双鬓双白的雪炉枪盛 低头喝茶 扯了扯嘴角 满是不屑 窦长风小心翼翼问道 师父 我去折仙人那一桌坐坐 嘿 就当沾沾掀气了 冯宗喜恩了一声 这位蛤蟆脸皮颠屁颠 一路小跑过来 十分热络地说道 在下窦长风 能否雨 陈天元根本就没有理睬 这位黎阳江湖心平十大公子之一的 俊艳翘楚 直接转头望向冯宗喜 他先前几乎与这个姓窦的同时 看到樊小柴 窦长风的那副嘴脸 陈天元都清清楚楚记在心头 与飘渺风陆杰军 同样在大雪平 跻身前列席位的全道宗师冯宗喜 心底对于这名风头一时无两的晚辈有些不悦 但是脸色如常 只不过 却也没有按照陈天元的意思 把热脸贴冷屁股的徒弟窦长风 喊回原位 窦长风天资平平 性子更是不堪 冯宗喜 既然能够达到今日舞蹈高度 加上需要常年奔波在外 少不得与三教九流打交道 自然早早练就了火眼金睛的诗人本领 只不过窦长风是位身世显赫的世家子弟 出身敌房 却非长子而已 家族供奉更是一位退出江湖隐姓埋名的前辈宗师 早年曾经有恩于冯宗喜 窦长风这才成了这位中原神权的得意弟子 既且冯宗喜这位江湖人最重脸面一事 讲究人尽我三分我敬人一丈 只喝敬酒不吃罚酒 陈天元虽说名声极大 与龙虎山齐仙霞 武帝成江姓打超人 金错刀庄主 并称为新武平四小宗师 可是冯宗喜还真不出这位宗门远离中原的年轻哲仙人 退一万步说 他身边还有宗门势力盘根交错的陆杰军 更有大雪追枪下围死人的李厚仲 因此冯宗喜岂会自降身份 像一位晚辈示弱 传出去后他还怎么混江湖 有师父撑腰的蛤蟆脸斗长风顿时心思大定 既然拉拢不了这位太白剑宗的天才剑客 那么借是踩上脊脚 毁掉一位江湖名声还要在自己之上的家伙 天大的美式一桩啊 依稀青山的陈天元缓缓站起身 脸色平静 今日起我配见更名为木柴 这句话显然只是向樊小柴艺人而说 徐凤年忍住笑意瞥了眼他 后者像是全然无动于衷 冯宗喜皱了皱眉头 如果是中原江湖那边的不成文规矩 假若冲突双方实力并不悬殊 又都知根知底的话 肯定都是坐下来谈 不坐下来也行 即便最后还是要打 可也会站着先磨一磨嘴皮子 他没有想到这位后起之秀 根本就不懂那套礼数 窦长风唯恐天下不乱 山风点火道 陈公子我并无他意 为何连这点面子也不给 好 就算陈公子你不愿与我窦长风结实 算我自作多情便是 没关系 但是我师父与雪卢宗主和飞蝉仙子都在场 你又何必报出剑名 咄咄逼人 背对樊小柴的陈天元柔声道 放心我不会输 徐凤年忍俊不禁 你难道不清楚 樊小柴这会儿是想着你 给人乱刀砍死吗 依然撑起一座宗门的年轻人 在说完这句话后 气势浑然一变 哪怕连剑柄都不曾握住 满身无剑气 剑意却冲销 腰悬三尺 如挂大江 徐凤年抬头望向武当山大连花风方向 有些头疼了 这一刻 冯宗喜终于神情微变 他自认已经有意高估这位见到哲仙人了 现在才知道 仍是低估了很多 就连年以武士高龄 却貌若十八的飘渺风陆杰军 都不得不站起身 充当和世老 他嗓音沙哑劝说道 陈公子 萍水相逢即是圆 何须刀剑相向 陈天元沉声道 李在我这边 箭在我腰间 陆杰军苦笑无言 年轻人啊 真是不晓得江湖的水深水浅 你陈天元赢了这位中原神拳又如何 冯宗喜在黎阳江湖 兢兢业业私混了三十年 才攒下了当下那份口碑声望 可谓好友遍及大江南北 尤其是与大雪平大馆士黄放佛 相交莫逆 太白剑宗既然已经躋身十大宗门之一 将来必然要与中原江湖牵扯来往 偏据异余的太白剑宗本就没有地理优势 一旦与冯宗喜交恶 就不怕中原江湖门派 地方官府 甚至是泰安城刑部衙门 都对你们太白剑宗怀有成见 说不定下届江湖平就会直接抹去你们 给人感觉没心没肺的陈天元 不知是灵光乍现还是如何 这一次竟然直指人心道 我太白剑宗既然是剑宗就当以剑立身 提剑平秋鹤指向直中曲 徐凤年灌了一大口酒笑道 说得好 就在冯宗喜和陆杰军都犹豫不决之际 气态森严的雪卢枪圣李厚众 已经摘下两只大小枪囊 淡然道枪名大雪锥 徐凤年突然火急火燎地跟樊小柴说道 我得先走了 你帮忙盯着这个家伙 如果需要就出手 当然不是让你杀他 是帮他 实在不行你就报出身份 徐凤年刚起身准备风紧扯呼 一个清脆嗓音就在众人头顶遥远处清晰传来 姓徐的 徐凤年一脸苦相 难难道 没道理呀 这么远也看得见我 已经因病暴毙的隋珠公主赵枫雅 如今恰好就在武当山上 而小泥人也在 更凑巧的是 这两位公主殿下 早年就在山上针尖对麦芒果 徐凤年哪里想得到赵枫雅进入北梁后 铁了心要在武当山隐居 又哪里想到 小泥人更铁了心要在山上 打理那块菜谱 徐凤年可不觉得 他们两位会同病相连 不打架就烧高香了 陈天元侧过伸阳起头 第一次握住了那柄原名为大义的木柴 他是百年难遇的天生健胚 那一位更是 一座江湖 遇上了千年难遇的大年份 就不讲道理了 所有人都不约而同望向天空 有女子附霞遇见凌空而来 她从大莲花峰 破开那壮阔云海中 如同仙人下凡 飞掠而至 老人总说 行走江湖 要讲派头 她这种派头 大概已经不能再大了 陆地见仙 遇见千里 招游昆仑木至东海 只不过这位女子见仙 在众人瞠目结舌之中 飘然落地后的举动 就更让人呆若木鸡了 她没有继续神仙风采的遇见归下 而是直接提着那柄大梁龙雀剑 用剑尖指着某位笑脸牵强的家伙 怒道 想跑 某人坐回长凳 理直气壮道 怎么可能 我刚才还想着 上山给你带壶绿衣酒呢 她瞪大眼睛 她回瞪过去 貌似毫不露怯 她始终仗红着脸 怒气冲冲 大眼瞪小眼 旁边还有一大堆人 陪着这两位一起瞪大眼睛 最后 她瞥了眼桌上一壶 尚未起风的绿衣酒 板着脸道 你自己结账 徐凤年嬉皮笑脸道 我知道你出门喜欢携带钱囊 先借我 回头就还你 见他就要举起长剑砍人 徐凤年立即低头摸出一只钱袋子 咦 明明记得我没带银子的呀 陈天元看到这一幕后 觉得这人真不要脸 他重重冷哼一声 欲见而返 天上来 天上去 他还不忘高声提醒道 慢些 天上风大 等到他身形消逝于滔滔云海 所有人转头望着那个没有骨气的家伙 他一拍桌子 恼羞成怒道 怎么 男人心疼媳妇 有错